丈夫出轨秘书 还有了私生女 为了女儿有一个完整的家 我只能忍气吞声 出国五年归来 我才得知 女儿被欺负 被排斥 我直接杀回公司 只为给女儿出口恶气 黎书婉董事长代表我们公司出国考察了整整五年 领导我们完成了重大的科技项目 主持人一脸兴奋 在台上滔滔不绝 我站在台上 微笑着点头致谢 但目光却在四处游移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茵茵呢 李董 请问您对这次成就有何感想 主持人转向我 递过话筒 我接过话筒 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口道 谢谢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请原谅 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我的女儿古茵茵在哪里 全场一片静默 所有人都被我的突然提问弄得愣住了 她今天没来吗 我回来前特意告诉她 我今天回来 我的老公古婷的眼神 如同被冰霜覆盖 她站起身来 语气中带着不可置信和愤怒 你怎么敢在这种场合 我看了她一眼 没有给她继续说下去的机会 音音比任何事都重要 我的画像是一记重拳 打得古婷一时雨色 李董 突如其来的声音打破了大厅里的沉寂 我转头 看到了助理小陈 他冲向我 满脸焦急 阴阴出事了 您快去项目部帮帮他 这句话像一颗重锤击中我的胸口 我脑中顿时一阵空白 我吻了吻心神 一把抓住了小陈的手 什么 说清楚 我的声音尖锐而急促 小陈喘着粗气 眼神里充满恐慌 您快去看看吧 保安 把这人带出去 公司高管杨思突然开口指着小陈 杨思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扭头看向杨思 他是我一手提携上来的人 我站起身 目光锐利如刀 扫过每一个人的脸 我想 在这里应该是我说了算吧 我缓缓走向前 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如果没有我引入的那些创新项目 公司还能像现在这样领先吗 我离开公司的后果 你们想过吗 我深吸一口气 目光如炬地盯着杨思 有人敢伤害到我的助理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绝不会轻易放过 杨思紧握双手 显然是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就在这时 董事会的股东站了出来 他试图打着圆场 好了好了 两位暂时冷静一下 我心里清楚 这次是可能是我在公司全力过大 董事会在试探是否要踢我出局 但此刻 这些都不重要了 比起事业 我更关心女儿谷音音的情况 冲出大厅的那一刻 谷婷突然挡在我的面前 你去哪 她的声音平静地近乎冰冷 我要去救音音 我的声音里满是急迫和坚定 不行 她对着身后的助手下着命令 把李董带下去 我失望地看着她 我和谷婷早就感情破裂 她在婚前就和小三岑云 有了私生女谷影 等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已经生了音音 为了给音音一个完整的家 我一直假装不知道这一切事情 出国前 不是没想过把音音带在身边 但那时候音音也才十岁出头 还在上学 考察的项目又十分重要 根本抽不出时间来照顾 我想着谷婷看在血缘关系上 不会对音音太差 没想到听到音音出事后 她第一反应竟然是拦着我 在场所有人都在看我的反应 毕竟大家都知道我爱谷婷 在她面前我几乎从未真正反抗过 李董真的没时间了 如果我们不快点 音音小陈几乎是在哭喊 她的眼神里满是恐慌和无助 我心头一紧 无视谷婷的阻拦 带领自己的团队直奔项目部 谷婷眉头紧锁 但她知道阻止我已是无用 我们一行人冲破所有障碍 直奔项目部 门卫见我们如此气势汹汹 急忙拦住我们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闭嘴 我没时间跟她废话 让开 推开门卫阻挡的手臂 我们闯入项目部 在角落里围着一群人 有个背对着我们的身影 正蹲在地上 不断地瑟瑟发抖 我的心就成了一团 扒开人群冲上前急切到 音音 音音缓缓转过头来 头发凌乱 双颊红肿 嘴角还有一丝胃干的血迹 而那双曾经充满憧憬的眼睛 此刻只剩下失落和疲惫 看到我时 她似乎想笑 但笑容比哭还难看 妈 你来了 音音微弱地叫了一声 她伸出颤抖的手 试图拉住我的衣角 看到女儿如此模样 我的心仿佛被紧紧揪住 音音都怪妈没有保护好你 是谁 究竟是谁干的 我颤抖着手腹上阴阴的脸 她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 李董 这 项目部主管张口结舌 显然没想到我会突然出现 我的声音冰冷至极 你们做了什么 项目部主管低下头 不敢与我对视 我怒不可遏 起身一巴掌扇了过去 看着项目主管瞬间肿胀的脸怒声道 从即刻起 你被解除所有职务 那个主管捂着通红的脸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最终没有开口 接着 我转向所有人 整个项目部将进行彻底的重组 众人鸦雀无声 突然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 这是我爸爸的公司 你凭什么指手画脚 我转头看去 古影正得意洋洋地站在那儿 嘲讽地看着我们 员工们开始窃窃私语 但没一个感到震惊 我扭头看向音音 她正害怕地色缩了一下 脸上只有绝望和痛苦 我瞬间明白了 我忍气吞声的这段时间 有人却高调得很 看来所有人都知道 古婷有了私生女 我也知道 女儿脸上的伤究竟是谁干的了 古音音企图窃取项目资料和破坏数据 这种损害公司利益的人 怎么配继续待下去保安 还不给我赶出去 这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 古婷和杨思态度转变的原因 可能与此事有关 我冷哼一声 直接上前一步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时 一把薅住古影的头发 几个响亮的巴掌扇了上去 啊 古影痛得大叫一声 嘴角渗出鲜血 她用力挣扎了起来 但我团队的成员 立马围住她的退路 我赞赏地看了她们一眼 接着一脚将古影踹倒 踩着她的头恶狠狠道 等着吧 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 我带音音去了医院 医生说 音音身体上的伤势较轻 严重的是心理上的伤害 再受到刺激的话 可能会走极端 我心中瞬间涌起怒火 立马派人去收集证据 等音音处理好伤口 情绪稳定后 直接带她杀回了公司 李董 请止步 保安拦着不让我们进去 我紧紧握着音音的手 眼前那扇公司大门 仿佛一座无形的高墙 阻挡着我们 妈妈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音音的声音微弱 而又焦虑 我深吸一口气 心中却是波涛汹涌 冷冷之问道 不允许我进公司 李董 这是董事会下达的直接指示 一个保安面无表情的回答 况且把谷小姐带回公司 您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处罚 我怒视着那两个保安 你们这是什么态度 李董 我们也是听上面的安排 其中一个保安回答道 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转身一看 我背后站满了 我团队的成员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愤怒和不甘 李董 我们不同意 音音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任何人欺负她 就是欺负我们 李董 不能让音音就这样被欺负啊 您不会还因为谷婷选择隐忍吧 我没有说话 直接推开保安 让他们收拾东西滚蛋 我的公司 我还不能做主了 我带领团队成员进了公司 直接到了顶层 回到我的办公室 亲手将谷婷的职位信息 一条条删除 之后我们回到员工办公区 眼前便出现了一片绿意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的每个字 都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 连忙让团队成员 将一旁的音音拉出门外 因应对某些植物过敏 情况严重时 可致呼吸困难 上次只是去了 另一层的项目部 没想到这片办公区内 竟有这么大一片绿植 我不是说过 办公区域内不能有任何绿植吗 我冷冷地环视着周围 我曾经说得很清楚 违反者将面临严重的处罚 对啊 董事会怎么做的 竟然在办公室里种植物 一个成员暴毙战力 语气中都是不满 我听说是董事会 新通过的什么 绿色办公环境计划 人群中有人低声道 绿色环境 连员工健康都保障不了 还谈什么环境友好 我冷笑一声 音音胆子小 不敢开口 要不是自己想来调查一些事 还不知道音音 竟然一直都是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 这次带音音来 就是想要为她出口气 除掉她心中的阴霾 我自然不会稀释宁人 究竟是谁让人种的 是我让人种的 一道声音突兀地切入 我立刻转向门口 是我的小姑子古婉婷 她穿着一袭职业装 显得格外冷静而自信 这是为了公司 下一个大项目做的准备 毕竟上面有人会来检查 古婉婷淡淡一笑 轻描淡写道 这个项目可是大哥 现在最看重的 嫂子你就别瞎掺和了 她看着我 话锋一转 现在更应该关心的是 古音音窃取公司机密的行为吧 胡说 音音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 我出声反驳 古婉婷不为所动 证据都摆在那里 按照公司规定 已经被边缘化处理的员工 等同于离职状态 他们不能回归原岗位 古婉婷 谁给你的胆子 污蔑音音 嫂子你要认清现实 公司现在不是你能做主的了 带着古音音滚出公司吧 大哥和你离婚的时候 我还能帮你求求情 古婉婷高傲地抬着头 眼神中是 毫不掩饰地嫌弃 她一直觉得 我配不上她哥 因为当初是我先追求古婷的 中间还各种委屈求全 连她在外有了私生女都不敢出声质问 只要她搬出离婚这件事 我肯定也会像以前一样妥协 但这次我可不会再灌着她 扬起手 一个巴掌便甩在了她的脸上 我每天都会健身 力气也相当大 一巴掌下去 她的脸立刻红肿起来 啊 你凭什么打我 古婉婷没有预料到我会对她出手 她捂住脸颊 又惊又怒地看着我 我冷眼看向她 转身走向电脑登录系统 手指飞快地敲打键盘 删除了古婉婷项目组内所有权限 整个办公室陷入了一片安静 我冷冷地开口 你记住 公司属于离世而非股市 把你们古家人安排进公司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嫂子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我们好歹也是一家人 古婉婷见我动了真格 赶紧上前拉住我 我一把推开她 茵茵才是我的家人 你们算什么东西 我怀胎十月的女儿 被她们这样欺负 我不替她报仇 我算什么母亲 嫂子 你不能把我赶出公司 我从小就是你带大的 你怎么不念旧情啊 古婉婷似乎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开始哭着求我 18岁那年 我嫁入谷家 成为她们的新媳妇 没想到不久后 谷母因高龄生下谷婉婷 伤了身体 谷婷工作向来很忙 谷家父母也正值高龄 刚嫁进来的我 自然而然地承担起 照顾这个小生命的责任 我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 来对待 呵护她 照顾她 第二年 茵茵出生了 两个孩子几乎是一起长大的 茵茵非常喜欢这个小姑姑 有好吃的好玩的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古婉婷 可古婉婷长大后 不仅不知道感恩 还处处欺负茵茵 想到这 我更是火冒三丈 反手又是一巴掌 这次的力道更大 古婉婷亮亮呛呛地跌倒在地 那你念旧情了吗 茵茵是你的侄女 你污蔑她偷公司机密 你安得什么心呢 我的声音几乎在颤抖 面对曾经我一手带大的孩子 现在是心如刀割 黎淑婉 你这个贱人 怎么敢打你小姑子 门口传来一声尖锐的指责声 一抬头 正是古婉气势汹汹地站在那里 她一收到自己乖孙女 盈盈地告状 天一亮 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公司 你还想让婉婷退出公司 你还想不想和我儿子过了 鼓母的声音刺入耳膜时 茵茵在我的怀里颤抖起来 妈妈 她低声呢喃 眼神中满是无助和恐慌 颤抖着声音否认 他们都欺负我 说我偷了公司机密 可是我没有 看到女儿如此痛苦 我难受极了 茵茵别害怕 妈在我紧握着女儿的手 心里却是一片混乱 妈妈 我好怕 她的声音细如闻那 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 鼓母突然冲过来 顺手拿起一旁的拖把 向我们打来 黎叔婉 我这个做婆婆的 就好好地教教你规矩 害怕伤害到音音 我直接踹向鼓母的肚子 她经受不住我的重击 捂着肚子跌倒在地上 桌子椅子被撞得东倒西歪 文件散落一地 我还不解气 翻身坐在她肥胖的身躯上 拿着文件夹杂像她的一身肥肉 鼓母被我打得连连躲避 爱有个不停在其他同事的拉扯下 我们才停了下来 鼓母气喘吁吁地站直身体 头发像杂乱的鸡窝 脸上 手臂上都有擦伤 衣服也被撕破了几处 她捂着疼痛的肚子 眼里带着不敢置信 你敢打我 我冷哼 你私闯公司 我不仅敢打你 还敢报警抓你 鼓母大怒 黎叔晚你给我辞职 以后就专心照顾我们一家人 否则我就让我儿子和你离婚 把你赶出公司 鼓母声音刺耳 显然她还不知道 她儿子早被我赶出公司了 妈妈 身后传来微弱的呼唤 转头看去 只见音音靠在凳子上 面色苍白 神色带着不安 都怪我 奶奶不会真的要把你赶出公司吧 妈妈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哪怕是董事会 投资人 我向音音投去一个安抚的眼神 以前我为了音音 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选择委曲求全 没有和谷婷离婚 换来的却是他们得寸进尺 鼓母一脸气急 颤抖地指着我 黎叔晚 你听到没 我要你辞职 作为你把婉婷赶出公司的代价 我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了安全卡 直接对准了鼓母 嘲讽道 要滚出公司的是你 这张安全卡 是当年我创立公司时 准备送给鼓母的贵重礼物 它代表着在公司特殊的权利和地位 但鼓家也不是什么富贵之家 鼓母没受过多少教育 根本没意识到这张卡的价值 只是嫌弃地撇撇嘴 嚷嚷着要我买套房给他们 我也只能无奈地收了回来 鼓母一直不喜欢我 觉得女人就该当嫌内助 不能比男人强势 所以我也没再提起过 后来 我将鼓婷送上了公司的高层位置 当时她满脸自信地告诉我 以后她会靠自己掌管公司 为了保全她的面子 同时也为了服众 我就再也没有拿出来了 如今我要收回给她们的一切 黎叔婉 你敢威胁我 你这个贱人 鼓母面目猙獰 声音尖锐刺耳 我冷冷地回应 看来这么多年 你还没有明白 回想起来 在这个家庭中 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牺牲 从早到晚辛苦工作支持家庭 每当节假日 还得尽孝道陪伴鼓母 我对你们家无微不至 你承诺会照顾好音音和公司 结果呢 你纵容谷婉婷 欺辱并伤害音音 你没遵守 现在是时候接受惩罚了 我将安全卡贴进了访问系统 鼓母的权限被限制 她再也不能进入公司 公司的一切利益 和她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挥了挥手 让保安将她带了下去 鼓母骂骂咧咧的声音渐渐远去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接下来 我需要对付的 只有谷婷和她的联盟成员了 我回到办公室 用安全卡刷入访问系统 解除了他们在公司里所有的权利 在派人去调查 因因被诬陷这件事时 才发现公司里的元老 已经全部被调换了 没想到谷家人为了霸占公司 竟然做到这个地步 我恨得牙痒痒 这时小陈突然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 李董 不好了 谷婷和陈云 带走了您新研发的所有关键技术资料 去发布会了 我就说 鼓母怎么会来公司大闹 她重面子又自视甚高 再怎么生气 也只会让我过去 原来是为了给自己儿子打掩护 只是没想到我直接将她给赶了出去 我带着音音 直接杀到了发布会现场 到达会场外时 我深吸一口气 谷婷 岑云 还有谷影 你们都会付出代价的 妈妈 谷音音依旧紧张地抓着我的手 我拍了拍她的手 以示安慰 在门口 我遇到了沈渝 她一见我便皱着眉头劝说 黎叔婉 你离开五年了 现在已经不是你能掌控的局面 我劝你回去 我和沈渝从小一同长大 如果是其他人阻拦我 我肯定一个耳光就扇过去了 我静静地看着她 没有再开口 沈叔叔 音音突然开口 你还记得我吗 小时候是你教会我骑自行车 她取下帽子 露出苍白的肌肤 神情枯搞 眼眶凹陷 一看就是经受了许多折磨 你是音音 沈渝满脸惊讶 似乎不敢相信 眼前鼓授临寻的女孩是音音 沈叔叔 你让妈妈进去吧 妈妈只是想为我讨一个公道 音音突然间情绪崩溃 声音哽咽 身子控制不住地发抖 立刻去联系心理医生 我慌张地对小陈说道 眼泪也忍不住落了下来 妈妈你别哭 鼓音音抬起手 擦掉我的眼泪 她声音微弱 我的心揪了一下 音音咽了咽口水 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 继续道 沈叔叔你还记得吗 妈妈出国前 你承诺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 好好照顾我 但是沈叔叔 你看看现在的我 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音音在我怀中颤抖着 她的声音细如闻啊 这怎么可能是音音 古婷不是说会重用你 等你毕业 就让你接管公司吗 沈于眼神里满是震惊和不可置信 她以前经常去看古音音 和现在简直是判若两人 之前每次去都会遭受古母的白眼 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冒出的流言 说音音是她的女儿 古婷因此还和她打了一架 做了亲子鉴定才平息下来 但这是过后 沈于看音音确实过得还不错 也从古婷口中得到了承诺 为了避嫌 慢慢地也就减少了来往 我爸和奶奶他们都骗了你 沈叔叔 古音音的话语间夹杂着哭腔 每次你来的时候 奶奶就会把我收拾得整整齐齐的 但私下里不是骂我 就是打我 指责妈妈为什么还不把公司给爸爸 爸爸也整日不回家 而且我只是在公司里做一个小职员 根本没有得到重用 沈叔叔 我 我真的没做过他们说的那些事 古音音眼泪汪汪地看着沈于 声音里满是无助和绝望 音音 到底发生了什么 沈于上前紧握她的手 语气坚定而急切 她得到的消息是 音音盗窃了公司机密 其实她也不怎么相信 拦住两人也是担心 他们受到伤害 我无意中撞见了古影和公司 某高管在办公室 她咬着唇 停顿了一下 显然是难以启齿 沈于脸色铁青 你爸那个私生女 音音点点头 几乎是在哽咽着说出这些话 我本来想转身就走 但被他们发现了 他们威胁我不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就会让妈妈名誉扫地 还会影响妈妈 这帮畜生 沈于愤怒的拳头都在颤抖 我答应了 但没过多久 爸爸和岑云的关系突然曝光 古影在公司里宣扬 自己是爸爸的女儿 爸爸也没有反驳 还为她撑腰 从那以后 她就开始排挤 欺负我 音音低下头 我不敢和妈妈说 妈妈在国外做科研 已经很辛苦了 我以为忍一忍 等妈妈回来就好了 结果他们诬陷我 泄露公司商业机密 要我去坐牢 我抱着女儿 心痛不已 内心对古婷的憎恶又多了几分 如果真的是这样 黎叔婉 我支持你 沈于低声道 我一踏进会场大厅 就听到一阵高亢的争吵声 眼前不断争吵的两人 正是古婷和陈云 他们停下了争执 目光齐刷刷转向我 我紧握着手中的安全卡 古婷 我要你和这个狐狸精滚出公司 古婷冷笑一声 就凭你 这里可是发布会现场 陈云转身面对我 脸上挂着一副受害者的表情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理解 这也不能怪古婷 谁叫你为了项目一去 就是五年了 她委屈地哭着 试图拉拢周围人的同情 你一个第三者 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我气急返笑 古婷害怕 我对沈云出手 立马站在她面前 够了 公司现在也不是你能做主的 古婷冷笑一声 她上下扫尸着我 眼里多了几分嘲弄 你把董事长的位置给沈云 你回家做个家庭主妇就好了 你去向董事会说明 是你自己的决定 这五年 陈云帮你看管公司付出了很多 陈云插嘴道 理解 当初也是茵茵自己要从基层做起 我们也劝过她 她不听了 古婷身以为然 对茵茵的摇头否认 看都不看一眼 我怒火中烧 不敢想象 这五年 他们是怎样欺负茵茵的 古婷已经习惯了我的妥协和付出 理所当然地继续开口 古茵茵曾经下药诬陷公司高管 给我们核心项目造成了损失 你让她赶紧滚出会场 一会儿董事会看到 她在这里会迁怒到我 我瞪着古婷 心中的怒火 如同岩浆一般沸腾 我迈不向前 趁古婷还没反应 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 响亮清脆 她整个人被打得向后退了几步 眼神中满是震惊和不敢置信 我冲着她冷笑 大嘴巴子好吃吗 泼腹 古婷捂着脸颊 愤怒又无助 岑云走过来 轻轻拉住她的胳膊 试图安慰 理解 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呢 她看向我和音音 神色委屈 就算我是小三 可你不在的这五年 我把音音当亲生女儿一样疼 比对盈影还要好 音音你自己说 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 怎么理解一回来 你就撒谎骗她呢 古婷暮暮远征地指着音音 我怎么有个你这样搬弄是非的女儿 我抬手又是一巴掌 把她打倒在地 一脚踩在了古婷的脸上 古婷脸瞬间冲红 眼里带着屈辱 怒吼着想要站起来 你盲目相信古音音 过去几年里 她做的坏事你知道吗 音音是怎么样的人 我清楚 我冷笑着加重了脚下的力道 古婷挣扎着想要摆脱 但无济于事 岑云见我真的动手 立刻大声呼救起来 来人帮忙啊 但四周寂静地可怕 过了一会儿 周围才响起一阵窃窃私语 那可是李董啊 公司的老大 谁敢去帮忙啊 音音走到我身边 看向古婷 她的眼神里都是委屈 泪珠像断了线的珠子不断落下 爸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 你总是偏袒曾云母女 可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古婷面上闪过一丝难堪 妈妈放开她吧 音音还是不忍心 对我说道 我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松开了脚 古婷立即起身朝 音音低吼 你就是一个心思歹毒的人 偷公司机密 还想害死盈盈 你敢说不是你吗 音音后退一步 使劲摇头 那天在公司年会上 古影故意把我带到露台 想要推我下去 我躲了过去 音音紧握我的手 哽咽着妈妈 明明是她自己掉了下去 他们都说是我推的她 但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你这是自找的 古婷插嘴道 没把你开除 都算是从轻发落了 可我根本就没机会接近古影 也没想过害她 古音音情绪有些崩溃声音 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愤怒 那你还在项目计划书里做手脚 不就是让影影去承担责任吗 古婷脸上的表情扭曲得可怕 我失望地看向古婷 但凡有点脑子 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古影设下的局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古影故意让所有人误会 使音音把她推下去的 只有这样 才能让所有人都排挤音音 对音音的品行产生怀疑 等她下一次想要继续污蔑的时候 其他人自然而然也会站在她这一方 而项目计划书完成后 是要先给身为项目经理的古影看的 如果音音真的想害她 怎么会直接将动过手脚的计划书给她 还正好被她发现 一想到我当初将音音托付给古婷 害她吃了那么多的苦 我就懊悔不已 不是 是古影和公司高管有不正当关系 被我发现了 他们要赶我出公司 音音急切地看着古婷 试图解释 但岑云连忙打断了她 声音里不自觉地带着一丝颤抖 音音 我是怎么教你的 你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的事情 怎么能乱说呢 音音看到她 下意识就想藏起来 但我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用鼓励的眼神看着她 音音抿了抿嘴 突然高声道 古影刚进公司的时候 只是个前台 她看了岑云一眼 接着冷笑一声 但她很快就成了项目经理 这一点你们就没想过吗 真是有其母 必有其女 古影刚进公司 那段时间确实很低调 但在我回国前夕 她偶然从高管那里得知 董事会想要将我排挤出去后 就开始不安分了 她和岑云一起帮古婷拿到了重要项目 找人暴露了岑云和古婷的关系 还仗着古母喜欢她的乖巧听话 硬是以古婷女儿身份在公司里作威作福 趁机欺负古音音 陈云站在人群中 听到这话后明显慌了神 我看着陈云这副模样 若有所指地开口 陈云 我没记错的话 你刚来公司的时候 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不过一个月 就变成了古婷的助理 并且还拿到了一个重要项目 我故意拉长语调 古婷那时候连自己都还没站稳脚跟呢 陈云面色苍白至极 突然开口 陈云 你到底是怎么拿到那个项目的 我 陈云颤抖着声音 显得异常犹豫 说 古婷几乎是吼出这个字 她的脸色难看至极 我是为了你啊 为了我们 陈云终于爆发出来 我用自己的身体换取的那个项目 古婷整个人 似乎被雷击中一般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古婷 我和影儿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 都是为了咱们 不然你以为凭自己的力量 怎么能得到这么多支持 陈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 古婷眼神中带着一丝疲惫 她张了张口 似乎想要说什么 但还是没有说出口 沉默片刻后 她突然抬头看向我 黎叔婉 过去让你们母女受委屈了 能不能原谅我这么多年的错误 我愣了一下 亚裔于她态度的转变 这又是搞哪出 妈妈 你要是原谅她 我就再也不回家了 茵茵连忙摇了摇我的手 眼神里充满了坚决和抵触 古婷健壮 祈求道 茵茵 是爸爸做错了 爸爸以后绝对好好待你 我们先回家吧 还以后 哼 我早就提了离婚诉讼 古婷你根本不配做茵茵的父亲 听到这句话 我反应过来了 声音提高了几分 情绪激动而复杂 我 她话还没说完 我已经迈不向前 一团怒火从心底升起 我直接踩在她的膝盖上 啊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 古婷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哀嚎 这是你应得的 你以为道个歉 就能磨灭对茵茵的伤害吗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选择西式宁人 继续让你安安稳稳地掌控公司 我用力扇了她几巴掌 冷笑道 想得倒霉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早就解除了你们在公司的一切权利 等着吃牢饭吧 我的语气冰冷至极 她出轨在先 离婚也只能净身出户 估计是这个原因 才想求原谅 现在才知道后悔早干嘛去了 接着我转过身盯着岑云 你以为你能逃的了 岑云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恐 她后退一步 却被我紧紧抓住衣领 我没有任何犹豫 用手扬起 接连几记响亮的耳光 落在她脸上 啪啪啪声响彻大听 岑云捂着脸不敢吭声 这么多年 我已经忍够了 我站在会场的中央 声音冷得像是从冰窖里传出来似的 不一会儿 手机震动起来 是公司内部的消息 古影的项目中断通知 这只是开始而已 我拿起手机 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 你好 我公司里有人偷窃商业机密 很快警察到了 我将早就收集好的证据给了警方 古婷 岑云被带走了 他们被靠走时 回头望着我 眼神中满是愤恨 我留在现场 安抚与会的人员等事情都平息下来了 才带着音音回了公司 我们肩并肩走向董事会议室 一路上同事们的目光聚焦在我们身上 那不是老大吗 有人小声地说 看来公司里要翻天了 当我们推开董事会议室的门时 里面已经坐无虚席 经理邱熙元 各位高管 以及公司重要股东等 全都在场 见了我们 邱熙元立刻起身迎接 笑着道 书晚这么多年没见 好想你 快来坐 邱熙元的手刚伸出 想要友好的拍拍音音的肩膀 就被古音音巧妙地避开了 对不起 我不习惯与陌生人有过多的身体接触 高管和股东们交换着复杂的眼神 显然对这个小插曲感到不悦 邱熙元也是微微一愣 但很快恢复了笑容 小音还是这样 我行我素听到这话 瞬间引爆了我所有的怒气 你凭什么这样说音音 我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 随即我的手掌划过空气 清脆的耳光声响彻整个房间 邱熙元被打得一个猎切 他捂着脸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高管和股东们纷纷站起身来 愤怒地指责我 李董 你太过分了 这是对管理层的侮辱 但我根本停不下来 也不想停下来 我把桌上的文件砸向他 我走的时候 你答应我好好照顾音音 你怎么做的 你忘了 你是怎么从一个普通员工 做到现在这个位置 你的学历都不够进我公司的大门 是我开后门让你来的 邱熙元一脸委屈 还在不停地狡辩 舒婉 是小音他自己在项目里做手脚 想要陷害 鼓影我也不好维护他 我冷哼一声 邱熙元 你真的以为能把所有罪过 都推到音音身上吗 你们这群人早就和 岑云母女勾结起来了 我转头对助理道 把那些关键证据带上来 助理急忙离去 片刻后拿着一达文件 匆匆而回 我接过文件夹 翻开一页页展示给大家看 看好了 这才是真相 文件中详细记录了岑云母女 与部分高管的私下交易 设计陷害鼓音音的证据 邮件往来 银行转账记录 甚至还有录音资料 你怎么有这些证据 邱熙元脸色苍白 嘴唇微微颤抖 我冷冷地看着他 如果这都查不到的话 我白当了这么多年董事长 其中一个股东见识不妙 立马出来打圆场 那李董 您看看怎么处理 我们保证会有合适的补偿 另一个股东开口 试图平息我的愤怒 我早就知道 董事会一直在尝试 把我踢出公司 由于我的地位和影响力 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 我要求董事会开除秋希元 并且永久封杀 秋希元的脸色更加苍白 我转头看向古音音 眼神中满是信任 而音音 从此以后 由她担任项目经理 董事会的股东们沉默不渝 我也不再给他们面子 讽刺道 没有我 哪有公司的今天 现在竟然还想把我踢出公司 笑话 立即召集全体员工会议 从今天开始 公司重新洗牌 那些贪污腐败 背后捅刀子的人 统统清除出局 自那以后 我将公司里曾经伤害过音音的人 全都清理了出来 一查才发现 不少人偷奸耍华 贪污行贿 甚至窃取机密盗卖 公司都快露成筛子了 古亭还满脑子和我作对 想要争夺公司的掌控权 我直接将这些人告上了法庭 蹲大牢是逃不了了 当然我也没放过古家和陈云母女 古家一直都是依靠我生活 所以我直接收回了全部财产 将他们赶回了以前的破旧老房子 古父古母年龄大了 也没什么本事 只能靠捡垃圾为生 古婉婷被我进行了行业封杀 根本找不到好工作 干脆每天在家颓废过日 古婷入狱前 我们离了婚 而陈云母女早就被我送进了监狱 而我和音音也没有再关注他们 只是 无论的